我們有一個遊園的園區 那我們現在有三個園區分別是A B C 那每一個園區每一個色塊作為代表 那A園區是綠色 B園區是紅色 C園區是黃色 那我們現在要示範說如果當有人要下車的時候 我們會觸碰App上的下車0 那我們先示範有人要在A站下車 那我們按App的下車0 那現在機器就會做一個群機的動作 當A站到了之後 會觸發我們的手機梯 那我們是以超音波做一個感測 然後會回傳數據到 用一個筆回傳數據到我們的主機 好 那現在垃圾桶滿了 我們要做回收的動作 我們就按收垃圾 當我們的光感 當我們RGB測到這塊的時候 會觸發刀垃圾的動作 要做我們的刀垃圾的動作 好 初期實驗狀況 初期實驗狀況 垃圾桶之手抓設定高度不足 5 實驗狀況2 發現電力不足時所產生現象 實驗狀況2 實驗狀況3 支臂強度仍是不足須在調整 實驗狀況3 支臂強度仍是不足須在調整 實驗狀況4 1 支臂強度仍是不足須在調整 3 支臂強度仍是不足須在調整 實驗狀況4 實驗狀況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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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取狀態有較好 但支臂傾倒力量過大 實驗狀況5 实验状况6支币加上一个24固定,当垃圾铜卡至末端时,会更加固定,防倾倒物件发生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